在那段跨度为970至1980的年代期间 确实曾经存在着这样一个国家 其展现出的富裕状态竟然达到了 让一向自视甚高的美国人都为之惊叹不已的程度 具体到某些特定的方面来看 在1975年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国民人均GDP竟然高达令人扎舌的35700美元 要知道 这个数据甚至比当时以石油著称的大国沙特还要高出许多 也正因如此 在国际上它被赋予了太平洋上的科威特这样一个独特的称号 而这个国家便是挠鲁 挠鲁处在中太平洋赤道往南大约60公里的位置 它是一个完全由独立珊瑚礁所构成的岛国 齐全岛的陆地面积仅有21.1平方公里 然而海洋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却达到了32万平方公里之多 它是世界范围内最小的岛国 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三小的国家 其面积仅仅大于摩纳哥与范蒂冈而已 那么 脑鲁的富裕究竟到达了怎样的程度呢 在这里 脑鲁人完全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款 医疗保健以及教育等方面都是完全免费的 倘若本地的医院不能满足脑鲁人的就医需求 那么脑鲁政府就会毫不犹豫地拿出资金 让这些人乘坐飞机前往澳大利亚最为顶尖的医院进行诊治 国民在水电和租房等方面都能够享受到数额较大的补贴 基本上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免费的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你压根就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勉强 什么叫做凑合 那些世界上最为高档的家用电器 以及奢侈品在脑鲁人的家里都仅仅只是基本的配置而已 豪华的别墅更是一座紧挨着一座的矗立着 由于脑鲁岛上的土地较为平坦 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在这里都很难得以正常生长 甚至就连可以工人饮用的天然水源都处于相当匮乏的状态 所以基本的生活物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只能依赖于进口 脑鲁政府从此之后 努努人的生活发生了极其剧烈且令人震惊的变动 数量众多的国家对这个国家展开了近乎疯狂的激烈争夺 在20世纪的前半期 该国不幸地遭受了来自包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诸多国家的侵略性行为 这些国家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 后来 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在全球各个地方兴起并且持续蔓延开来 在1968年的时候 陆路历经艰难终于成功地争取到了独立 进而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小的独立国家 独立这件大事尘埃落定之后 努努积极聘请了来自外国的专家学者 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 大力进行实施各种规划与行动 对相关产品进行了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处理 将其程度大幅度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 并且成功开辟出了更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用途 以前的时候 其市场仅仅只是局限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地方 然而独立之后 努努急剧魄力地将市场成功拓展到了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地区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众多地区和国家 就在这短短几年的时间内 诺鲁完全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极为富有的国家之一 在1975年那个时期 就算是没有工作的每一位努努男子 妇女以及儿童 每年都能够非常顺利地分到超过27000美元的财富 而如果是那些受到开采影响的土地所有者 每三个月还能够再次分到大约140万 到了1989年 仅仅只有2000多人参与工作 其中超过95%的人依然选择为政府公务部门去上班 而且这里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 只要能够顺利地把工作完成 那么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 剩余的那些人则拿着政府发放的补贴随心所欲地前往世界各地 根据相关统计显示 这些外出考察的官员们平均每天都能够花费数额巨大的金钱 而且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完全曝光了出来 想必大家肯定都会非常好奇 如果努努人都不去工作 那么究竟是谁来进行磷酸炎的开采呢 既然本国人都不工作 那答案当然就是通过外包的方式 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一落入就开始大量招收来自其他国家的外籍劳工 会专门从澳大利亚去进口各类物资 让人觉得神奇的是 这些进口物资的价格竟然能够比澳大利亚本土的价格还要高 那些前往国外上大学的脑鲁学生同样也享有最为优越的待遇 他们往返的机票全部都由政府来提供 学费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各种杂费 毫无遗漏的全部都由政府来毅力承担 要知道曾经这就是这样一个无比富有的国家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仅仅在短短二十年的时光里 他却再也难以恢复往昔的那种辉煌气象 脑鲁无奈之下不得不依靠澳洲政府 才能够艰难地勉强维持基本的日常生活 那么这当中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 才会致使其在转瞬间就变得一无所有呢 甚至有可能原本的状况 这里李小龙不太理解其用意 在二十世纪那个时期 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和科技 以极为迅猛的态势发展着 对于各类矿产资源的需求 也随之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便催生出了众多依靠资源 而突然间暴富起来的势力以及国家 就如同阿拉伯国家之于石油那般具有典型性 而在这个人口出现大爆发的特定年代 粮食的供应始终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磷酸盐具备促进植物发育 并且能够培养出更为优良的根部的作用 所以它无疑是所有肥料当中的关键成分 再加上磷酸盐本身和石油 天然气等等矿产一样 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掌握了一个磷酸盐矿 那就几乎等同于拥有了一座金山一般 脑鲁这座岛屿完全可以说是遍地都铺满了黄金 整个脑鲁中央隆起的那片高原区域 全部都是品位极高的磷酸盐矿 在整个岛屿相当大的一片区域内 为什么如此小小的一座海岛上 竟然会有如此数量巨大的磷酸盐呢 原来 在人类还没有发现该岛的那长达几百万年的时间里 脑鲁与另外一座小岛一直都是方圆三百平方公里范围之内 所有鸟类的栖息场所 是鸟类进行栖息和排泄的特定地方 随着时间缓缓地流逝 便在此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磷酸盐 可以这样形象地说 脑鲁就是一座建立在鸟屎之上的海岛 起初的时候 当地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些鸟屎所具有的巨大价值 一直到24世纪初期 当英国人登上了这座小岛之后 他们才有了惊人的发现 而且与普通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 脑鲁灵矿的深度竟然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 再加上靠近地表 进行露天开采起来极为简变 所以脑鲁的磷酸盐有着极高的价值 在那个经济蓬勃发展 GDP迅猛增长的特定时期 陌路国的人口数量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态势 一下子从原本的基数大幅度增长到了大约1万左右 其中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居然有高达3000多人是外来人口 在全国的总人口当中 有26%的人是来自于环太平洋国家 此外还有数量不少的欧洲人以及华人也聚居于此 陌路人赚钱似乎变得轻而易举 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显得格外强劲 夸张到就连警察局都具备购买兰博基尼这种豪车的实力 然而 后来他们却发现自身逐渐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自此之后 便不再如往昔那般肆意挥霍 在一些场景中 有的人走进商店去购买一块价值几美元的糖果时 他会毫不犹豫地拿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来支付 并且对剩下的钱毫不在意 甚至环美其名曰我们陌路人身上不习惯装零钱 更为夸张的说法是 他们甚至会把钱当作毫无价值的卫生纸一样随意使用 除了积极地在华尔街以及其他货币市场进行各类投资活动之外 陌路国政府还大张旗鼓地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投入了高达4500万美元的巨资 用意建设一座高达542层的摩天大楼 并且将其命名为陌路之家 这座大楼在当时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墨尔本最高的建筑 陌路人最让人感到忧虑的问题就是肥胖率居高不下 这是因为他们无需辛苦工作却拥有着巨额财富 日常生活无非就是纵情玩乐或者肆意吃喝 如此慵懒闲散的生活方式 毫无意外地致使陌路人的肥胖率和糖尿病患病率一路飙升 成为了世界上此类指标最高的地区之一 94的居民都存在着这样令人担忧的状况 然而磷酸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宝贵矿产资源 陌路只是这么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屿 开车环绕一圈仅仅需要20分钟的时间 由此可以想见 磷酸盐的储备量绝对不可能太过丰富 再加上陌路国政府每年对于磷酸盐的开采量 实在是过于庞大 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 此后每年的产量更是高达一百多万吨 如此大规模且不间断的开采 真的几乎将整座磷酸盐矿山完全掏空 在仅仅短短的20年时间里 矿量出现了急剧减少的状况 政府当局当然并非没有危机意识 他们也积极准备做出一些应对和改变 因此陌路利用通过开采磷酸盐所获得的丰厚收入 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大量的投资行动 但是其中很多项目的经营效益却并不理想 比如说投资了一场音乐剧 结果票房极为惨淡 难以实现盈利 反而还亏损了七百万美元 在马绍尔群岛投资建设的酒店 结果令人遗憾的是 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却依然没有完工 就连当初在墨尔本投资四千五百万美元 兴建的末路之家 最后也不得不以两千三百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 随着磷酸盐产量下降到了大约四万吨 磷酸盐带来的收入不断减少 而又没有新的具有强大支撑力的产业出现 这个国家就这样渐渐地陷入了局部维艰的困境之中 吸热程度非常高 以至于达到人口三层数量的外籍劳工 也一股脑地统统被吸引而来 为了能够让自身谋求到生存之路 磷酸真的可以说是绞尽脑汁 想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 在九十年代那个时期 就如同其他很多人一样 诺鲁深刻的意识到了网络所蕴含的强大力量 然而 他们并非是利用网络来搭建各种网站 而是运用它来进行信息的发布 并且向任何一个拥有超过两万美元资产的人 提供在岛上开设银行的宝贵机会 通过这种方式来赚取相应的佣金 在很短的时间内 这里迅速地就演变成了 逃税和洗黑钱的一处罪恶天堂 数量高达数百亿美元的黑钱 被极为轻易地就清洗得干干净净 八国集团的反洗钱组织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顿时大为恼怒发火 极客就将诺鲁列入了洗黑钱的黑名单之中 陆路政府顿时慌了手脚 不知所措 急忙对外声称再也不敢有这样的行为了 并在2013年的时候果断关闭了相关的业务 那些来源不明的资金也随之逐渐消失不见 最终 诺鲁只能够依靠澳洲政府给予的救助 来勉强维持下去 正因如此 陆路在2011年同意并许可 澳大利亚在诺鲁建立一个拘留中心 用来处理那些乘船抵达澳大利亚 寻求庇护的难民 那些来自伊朗和伊拉克的难民 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这里 在近些年来 澳大利亚所支付的安置和处理费用 让诺鲁政府的金库大幅度地增加了数百万 想想曾经那个时候 这里几乎人人都能够拥有名车 而现在在陆路的街道上 还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被废弃不用的劳斯莱斯 静静地停在路边 这着实让人感慨理财规划的至关重要性啊 点击 再来 点击 下距离